我之前是有聽觀眾說 拍一個宵夜 看看 今天用了涼碗麵 一個是雞汁麵,一個是牛肉麵 兩個混在一起 可以這樣子用 用肉骨茶麵 肉骨茶的味道 有當歸味 我先把它拌一拌 這個醬料不是麵 醬料 畢竟這是兩包麵的 雞汁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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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肉骨茶麵 的味道 真的是死狂 我們朋友家要加半包就好 豆腐茶加半包 然後豆花工兩包放進去 然後水煮滿 這樣就不會太鹹 然後其他都丟掉 那個 那一包油 還可以再丟進去 丟一些油進去 那另外 另外一包全部都丟掉 都不要 看你要加雞汁還是要吃肉骨 就留一包就好 就味道 這樣比較省起來 兩個加入一個便宜一個貴的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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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要拍這個影片 因為直接直播 遇到失陰太多 對啊 所以說變成 你不要專注在面上面 變不行 很滑,很嫩 很滑,很滑 很順口 很燙 很燙,很燙 很燙 不愧是中藥調理薄 好吃 現在12點了 睡覺很舒服 沒有順口 很燙 很燙 謝謝現在的小小粉絲們 謝謝幫我 感激你們 很燙 吃到這樣了 大概10口 10口就是完了 上面比較淡 中間味道比較明顯一點 底部就味道很重 今天播宵夜 當然一樣,有浪漫宵夜 找個機會哪天再去買 就是播宵夜 吃完就是 不是成 很好吃的 謝謝大家的收看 宵夜 對 吃起來 安你 看晚點 好 稍後 呢 感谢观看